不能按跳跃键的跑酷 没错 这肯定是我在迷你世界 发现的最囊的跑酷 真的假的 小粉丝告诉我的 他们肯定不会骗我的 要是你能跑过去 我就请你吃一百包薯片 哦 是用土豆你做的那种吗 起开 我是说正经的 我也是说正经的 这种跑酷 一看就是要打开自动跳跃 裸边还有教程呢 在控制这里 点开自动跳跃 像我这样 接下来的跑酷 就小菜一碟了 第一关巧克力 直接跑过去 它碎的速度 跟不上我跑的速度 第二关 不能作弊 我可不稀罕 我只要走左边 按紧前进键就可以了 这就是自动跳跃的魅力呀 第三关 极光阵 边直靠机边冲过去 这极光阵可是家常的 放心 我早就算好了 不会隔屁的 还有这迷宫 这不是闭着眼都能过去吗 为什么 你没看到 坐着都标好了箭头 这样要是走不出去 不就丢脸丢大了吗 可恶 这不是号称最难的跑空吗 我知道了 这关机械陷阱 你肯定就过不去了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这个关卡 只要手速过快 我差点就要飞过去了 还有前面这楼梯 直接点前进键 用自动跳跃 疯狂往上爬就行 就是爬着爬着 头有点晕 下来之后 直接就是飞跃踏板 这压根就不用跳呀 等遇到腾板和楼梯 跳跃间还不受影响 坐着也太贴心了吧 什么呀 内幕 绝对有内幕 芭拉 你是不是和坐着创投好了 这哪里是不能跳跃跑酷 这明明是幼儿园小朋友 都能过去的跑酷 而且 你还能坐过上车 这哪里是在跑酷呀 这明明是在看风景好吗 哎呀 别着急嘛 反正无论如何 你今天的一百包薯片 都跑不了喽 前面是砂块炸弹陷阱 这一关 我们可要小心了 尽量不要往砂块上踩 因为踩到的砂块 是会掉下去的 我们只要因真木装走 就不会有危险 哎 算了算了 我认输了 不是吧 我还没跑完呢 看样子后面也不会有多难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愿意给我一百包薯片啦 那当然 不过我没钱 没钱 没钱你还要跟我一百包薯片 提前把我未来五十年的零花钱 都预置一下 然后再给你买你想要的薯片 你想的没 那怎么办 那就 用你明年的零花钱来抵吧 不是吧 我也太可怜了 你哭什么呢 过年不还有那么多的压岁钱吗 可是妈妈说我的压岁钱 是用来交学费 买新衣服 还人情 存老婆本的 别说了别说了 我不要你的薯片还不行吗 真的假的 真的 不过啊 做事要有始有终 跑酷我们还是要跑完 罢了 你可真好 这一关是窗户 中间没有特别大的间隙 我们就直接按住前进键 自动跳跃过去就行 这边的展示框也是一样 看我这速度 就差飞起来了 前边的地毯 肯定有陷阱 但是只要我们一边按前行 一边调整方向 寻找安全的路 就不会掉下去了 最后再来个心跳水立方 瞄准水坑跳 还有令人惊艳的 视觉盛宴 玩游戏玩累了的时候 偶尔给自己的眼睛 放松放松 还是很美的嘛 这景色 我真的是 越来越喜欢迷你世界了 这就到终点了 怎么样 这样的跑酷 你能挑战成功吗 该痘的 并不拔 今天 已经快ED了 那今天